每天新鲜腌制鸭肉 到手炒一炒就可以吃了 今天炒了两盒鸭肉 两盒就是两斤 这个鸭肉小孩子都很喜欢的 基本都是肉 骨头有多多少少有一点 它不会很辣 这个味道小朋友不敢吃辣的都能吃的 微微一点点辣 昨天到的马娇鱼昨天晚上半夜到了 处理好自己留了几条 这条拿来煮 这马娇鱼很新鲜的 这个是五水鱼 这个腊肠炒鸡郎 鸡郎好的 它这个螺也挺肥的 这个肉全部都出来了 五水鱼直接半煎煮的 简单煎一下 加入适量水煮8分钟 五水鱼很新鲜的 简单煎一下就可以 放煎煮的哈 这个鱼汤 很嫩 五水鱼放煎煮我觉得比蒸双莓的还好吃 主要它这个汤来放饭很香 油温烧热一点 用马娇鱼直接干煎 这样下锅就不会粘锅了 昨天这个鱼刚到 绿色有一个肚肉肥够了20条 很新鲜很新鲜的 油温烧的热 然后再放鱼看一下煎完以后 这个鱼都不会破皮的 来点生抽 这个如果不加生抽 你们煎好挤一点柠檬汁也是很不错的哈 马娇鱼 对了 我们没有煎的那么焦香啊 这样吃就不会硬 如果煎的焦香的话 它就会硬一点 这样直接刚煎 做法简单而且好吃 如果大人吃的话 还可以煎的更焦香一点哈 因为我们家小孩子吃 婆婆就简单煎一下 这样也好吃 这样如果等一下凉了 它也不会硬的 如果你们煎的焦香一点 可能就稍微硬一点 姜蒜炒香 这个要炒鱼兰的 鱼兰炒点姜蒜会更好吃哦 把头部先炒就放生 腊肠也下锅 再加点盐调味 再也只倒下来炒 可以了 一两炒腊糖 这个来炒鸭肉 今天炒的是两斤 所以油就放这么多哈 这个油不用很多 炒一斤的话 这个油就不用这么多 直接下锅 哇 这个鸭肉腌制的一下锅 它味道就出来好香啊 这个鸭肉看一下 这些都是肥油啊 这种是上养的 这个鸭子 然后全部都是这个 没有打皮素的 你自己养的 它这个肉很香很香的 那我这样倒炒 然后你可以中途 喷一点点水进来 让它这样煮一下 很容易熟的 不用盖锅盖 好多油出来了 看一下啊 刚刚下了一点点 它本身就有油的 这个油来炒青菜也好吃 多一点香菜 让香菜多一点才好吃 翻炒一下 香菜才出乎香味出来 太香了 好香啊 这个鸭肉太香了 这个肉是很嫩的 没有那种鸭的那种腥味 没有那种腥味 还有肉非常嫩 现在来煮螺 煮螺这个水不能让它煮开 放开就可以 可以了 这个螺只要煮个两分钟就可以 煮老了就不好吃了 而且煮老了这个肉也很难发出来的 这个肉就很容易预取的 用个牙签预取就出来 今天煮的是我们这边的本地淮肠 特别粉的 这个淮肠全部都化了 汤就变成这么浓了 很粉的真的 中午的菜 黑黑黑的 这个是紫菜哈 不过就是紫菜炒一炒 加点水加点生抽 然后这样很好吃的 贝粥下饭都不错 生抽少一点不能太多 现在都剩下 搭着哎 肉污是很新鲜的 吃菜 看 最后 正好 答应 不吃 吃 这个 不吃 这